9月16日凌晨,李晨在网上公布了自己向范冰冰求婚成功的好消息,配文称,我们,永远,整个求婚现场以粉红色为主,十分浪漫温馨。李晨担心向范冰冰下跪求婚,范冰冰更感动得失控落泪,两人随后甜蜜亲吻,并合照记录下浪漫甜蜜的瞬间。 2015年5月,两人公布恋情,并配文我们,这两个字也称为当年秀恩爱的代名词。 之后,两人一直被传出好事将近,等了两年多,李晨终于求婚成功郎。 网友纷纷表示,这一口狗粮我吃得醋不及防,恭喜恭喜范爷要改叫李太太了。 明星们都睡得这么晚,凌晨一点多纷纷发出微博祝福,陆寒杨幂军祝福他们永远幸福快乐,网友也是不再谩骂,都现上了祝福。 这样一个在家庭和事业上都在努力上升,并为女友独当一面的男人,才能激发一个女强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,让范爷也变成了范小妹,成为了李太太。 李晨和范冰冰一起上节目时,范小妹曾直接表示,她是我最后一个男朋友,如今,幸福终于到来,如今我们终于要走进婚姻的殿堂,网友纷纷祝福,一定要幸福。 小编也在这里为两位明星说一句,愿你们天长地久。